这一次 日本军舰与中国渔船在海上相撞 然而结局却让人大出意外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局座张照中有话要说 来自日本的消息 3月30号20时28分左右 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岛峰号驱逐舰 在东部海域与一艘中国渔船遭遇相撞 日本媒体表示 本次海上的冲撞给日本方面带来了一定的损失 造成了岛峰舰左旋水线上5米部位 出现长1米高20厘米的明显破损 但岛峰号驱逐舰倒是没有因此受到伤亡 日本方面还派出舰载小艇接近中国渔船后打探一番 发现中国渔船上13人也没有受到伤害 但日本方面只字未提的一个事实是 北营受到重创的中国渔船居然在本次冲撞事故当中 居然像穿了金钟护体罩一般丝毫未损 今年以来日本海子正逐步以新盾舰替换这两艘老舰 本月14号 摩耶号DDG179新舰刚刚开始服役 当天日本海子第一艘棋封舰开始退出现役转为训练舰 日本方面乐观的估计在明年3月与黑号服役后 第二艘棋封级的岛峰舰也将转为训练舰 正式退出一线服役行列 但是在明年的退役之前 日本海子队还希望岛峰号驱逐舰作为主力舰 能继续挑起日本海子队的大梁 目前还没有来自现场的具体相撞图片予以公开发布 但是从日方的单方面描述可以判断 应该是在海上相向而行的两船 各自发现对方目标之后 才开始进行紧急转向避让 但由于夜间的视线不佳 加上双方转向都已经来不及 结果中国的渔船船手 一头猛对在了岛峰左旋的尾部 但中国的渔船只是一艘民间使用的普通船只 而岛峰号驱逐舰却是日本海子队的正式服役军舰 这些海上相撞事故 不仅暴露出来岛峰号舰长 在海上操作一艘军用驱逐舰的指挥能力低下 也暴露出了日本海军驱逐舰 大幅的现场紧急应变能力实在太弱 更引出了另外一个沦为军迷们笑柄的话题 日本国家队出厂的军用舰只 居然在中国渔船面前不堪一撞 日本制造也太出丑了 日军舰与中国渔船相撞 结局亮了 日舰居然被中国渔船撞出一米的大洞 该消息也引起局作张兆中的评论 军舰和渔船发生相撞 渔船不仅没有伤亡 竟能把军舰撞出一个大洞 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情况 一般而言 现代军舰的舰体都非常脆弱 多数也不配备任何装甲